第七百五十几 紫云丹的威力 秦宝扇的鼻孔中喷出两道浑浊的鼻涕 如同两条长龙呼啸而出 呼的一声居然冲破了厅门 打了两个鼻孔那么大的窟窿 飞了出去 就听见外面远远的传来 哎呀 噗通 一个家伙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我里操 这天下间居然还有用鼻涕当暗器的 好疼啊 呸 好臭 却是有一个倒霉点背的家伙 被两桶鼻涕狠狠的砸倒了 室内 楚阳和沙金亮面面相聚 秦宝扇缓缓站起 舒展了一下手脚 闭目内饰 查看了一下修为 多谢小兄弟 我竟然已经突破到军级九品 距离圣级只有半步之夭 沙金亮大喜 秦兄 感觉如何 秦宝扇脸上露出了心有余悸的神色 我感觉自己死了三次 沙金亮倒出一口冷气 他知道秦宝扇说的死了三次 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 而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到自己湮灭了三次 这是何等强大的药效 没事 来 张嘴 再死三次 你就习惯了 楚阳 黏起了一颗紫云丹 二话不说 捏破了蜡衣 手指一弹 秦宝扇刚要说话 丹丸咕噜一声钻进了嘴里 他气急败坏的道 卧槽 你让我休息一会儿 他想说 你让我休息一会儿不行啊 但是话没说完 那熟悉的药力 已经开始酝酿生疼 脸色一变 急忙盘袭坐下 脸上带着强烈的郁闷 楚阳又开始了自己的银针阔学 眼神凝重 这种时候不能休息 一旦想明白了 后怕也就会油然而生 到了那个时候 可就事倍功半了 趁着这时候还没来得及害怕 赶紧再摧残一回 等会儿让他一起后怕就好了 沙新亮脸色苍白 机灵灵的打了个韩战 没了把冷汗 小兄弟啊 你比韩总执法很多了 哼 楚阳哼了一声 秦宝善那边已经有了反应 顿时全神贯注起来 再也顾不上说话 等到为沙新亮 也实行完了两次银针护法 楚阳几乎累得虚脱 韩潇然呢 韩潇然啊 你可真给我找了个好活啊 楚阳难难嘟囊 秦宝善两个人死了六次 楚阳也是累得半死不活了 沙新亮的修为比秦宝善低一级 痛苦更大 楚阳也就更累 等到好不容易将两颗紫云丹吸收完毕 沙新亮已经死尸一般躺在地上喘气 居然还来了一句 还能喘气呀 真他妈幸福 楚阳累得跟他并肩躺在一起 声音道 你们是幸福了 不仅提升了实力 而且一举提升到了圣级 可我呢 啥好处没有 累得几乎吐血 还得在这听着你们两个洋晕呢 两人的实力的确是提升到了圣级 秦宝善到了圣级一品中节 沙新亮也到达了圣级一品初节 只是中节与初节就是好大差距啊 但是两个人已经满足至极 这一生从未想过自己还有机会突破到圣级 两人齐声笑起来 小兄弟 咱们之间就不说什么客气话了 总而言之 只要你一句话 两位老哥哥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皱皱眉头都不算英雄好汉 楚阳哈哈大笑 随后皱眉提醒 两位老哥哥可要注意啊 你们虽然是凭借紫云丹的狂暴力量 硬生生的冲破了修为屏障到了圣级 但你们的心境修为和精神境界神魂修炼 还停留在当前呢 所以你们现在严格来说还不算圣级 若是与同阶圣级高手战斗 必败无益 这心境修炼与精神境界都要从感悟中来 或者从战斗中来 你们两个要抓紧时间才行啊 总之法既然已经对同温心下手 那么战斗随时都会绵延到你们身上 所以留给你们提升的时间不是很多啊 两人神色严肃连连点头 想到即将到来的连番大战 都是心情沉重 虽然现在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了修为 但想到即将面对的可是九大主宰世家之一的石家 那可是高手如云啊 区区圣级一品 在战斗中到底能发挥多少作用 还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其实你们两人实力差不多 只要每天拼尽全力的战斗机场 大家都各自打得半死不活的 想要提升也是很快的 楚阳留下一句话 辞别二人抓起最后一颗紫云丹 一刻不停的出了执法堂 准备赶回楚家 半路上经过紫禁回春堂 却被皇家的白无忌拦住 他一脸兴奋 我家公子所需要的三味药已经到了 楚阳顿着脚步 九绝藤 九死无生水和九命穿山甲已经到了 你们皇家好快的速度啊 这可真是好消息连连而来 按下葫芦扶起瓢啊 对啊 楚神医 什么时候开始为我家公子治疗啊 嗯 马上 我先回楚家拿点东西进行准备 你们将那三味药用紫禁镇压住 镇压一夜 明日就可以为他治疗 楚阳现在哪有什么心绪为皇大公子治疗什么布局啊 随口编个理由拖上一天再说 太好了 白无忌哪知道这其中的道道 只以为这是必经的程序 顿时就满脸放光连连点头 好 我立刻准备 话音未落 楚阳已经没了影子 只抛下一句话 我也回去准备 白无忌心中感动 看着楚阳的背影 心中想到 真是好神医啊 急病人之所急 想病人之所想 值得钦佩 哪想得到 这货虽然口口声声为了自家公子怎么怎么 但现在去做的事情 却是与给公子治病的事 风马牛不相及 完全不相干的 又看到当初那间茅草房 楚阳的心莫名的沉静下来 这才想起一件事来 向剑林问道 真是奇怪啊 老祖宗乃是圣级无品巅峰 而这白无忌却是圣级六品 但是我对着老祖宗的感觉 与对着白无忌的感觉 却绝然不同啊 剑林微笑起来 怎么呢 白无忌给我的感觉 是深沉恢弘 无可匹敌 便如高山耸立 窥然不动 但老祖宗给我的感觉 却是缥缈中带着真实 根本无法捉摸 要是在他们两人中分出一个高下 我感觉却是白无忌远远不如老祖宗 这是怎么回事 剑林有些激嘲的笑起来 白无忌 怎么能跟楚孝新比啊 你拿他们两个人做比方 根本就是大错特错啊 嗯 为什么 这第一啊 从单纯的修为方面来论 白无忌是山的峭巴 楚孝新却是海的深沉 山与海 一径一动 一高一低 却是截然不同啊 而且出发点也不同 山有劲 而海无涯 这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第二 从修为高低来讲 白无忌固然圣级六品 但楚孝新虽然圣级五品 却是自己压制的 而楚孝新的精神修为 早已经超过了至尊了 现在 最低也是至尊二品的精神修为 所以我才说嘛 就算你离开了 这边有什么事情 他要肯突破的话 那就是万无一失 至尊佐朕 除了九大家族之外 恐怕也就只有你们楚家了 第三嘛 白无忌虽然圣级六品 却是长期居于人下 而楚孝新 却大全独揽 在楚家独尊无少 这形态心态岂能相比啊 要知道 心态决定形态 形态决定气势吧 剑灵尊尊叫道 楚阳虚心受教 他知道 自从这一刻开始 自己才真正的受到这种 什么是真正高手的灌输教育 还有一点 白无忌修的是无情道 楚孝新乃是有情道 这其中 天差地远了 所以啊 这整个东南 除了肖家人之外 真正的第一高手 就是楚孝新了 甚至就算皇家 目前虽然是大 但其中真正的高手 恐怕是 也未必有人能超得过楚孝新呢 等到你有机会 能见到至尊高手 就会明白 另一个真正的至尊形态 现在跟你说 也是没用啊 哦 原来如此 楚阳终于明白 现在 他已经站在了 斑驳的门前 沉静了一下心神 轻轻地扣了扣门 里面传来一声叹气 你怎么又来了 楚阳嘻嘻一笑 来向老祖宗请安来了 里面楚孝新的声音 有些不满 你来找我 定然没有好事 说 是不是看上我的天星墓了 楚阳心中一跳 这位老祖宗果然料事如神 居然一猜就知道 自己是打天星墓的主意他 转念一想 不禁哑然 貌似老祖宗这儿除了这个 也没啥别的好东西了 他黑黑笑道 老祖宗能不能让我先进去再说啊 楚孝新叹了口气 果然是啊 然后就没有了声音 两久 大门吱压一声 无风自开 那长满了荒草的院落 再次呈现在楚阳眼前 楚阳小心翼翼地迈进去 记着上次说的话 采青草 不要采我的枯草 一步步地走进了茅屋 剑林在酒节空间里 一个劲嘀咕 这老家伙可是个不好说话的人啊 吝啬之极啊 上次你找他要点茶叶他都不给 这次你居然想要天星墓 打断你的腿也不稀奇吧 但事情的交涉过程 却让剑林瞠目结舌 谈话极为短暂 干净利落 有那玩意儿干什么 家族提升实力有用 哎 只要一点点粉末 我从最外层刮 不会伤到里面 哎 真的只要一点点 我说不让你挂了吗 谈话就到此为止 然后楚阳就开始拿出小刀 慢慢地往下刮天星墓的粉末 楚孝心在一边看着一脸肉烫 但看着看着 楚孝心就惊讶了 你这是什么刀 居然刮得动天星墓啊 楚阳嘿嘿一笑 要是没有这把刀啊 我也不敢来打天星墓的主意啊 若是让老祖宗亲自刮 估计连门都没有吧 楚孝心小骂 小兔崽子 倒是了解我 楚阳哈哈一笑 刮得更快了 剑林大叠眼镜 几两茶叶他都不舍得 价值连城的天星墓 却让你随便挂呀 楚阳叹了口气 剑林啊 我不知道你跟随前几任 九届建主的时候 是怎么度过的 或者他们的绝情 也对你有影响 所以你九万年了 就只是个剑林啊 而不是人灵 这人是有感情有牵挂的 老祖宗不给我茶叶 那是因为乃是王妻所致 喝一点就少一点 他要用那份茶叶来支撑自己 不忘记他的妻子 他的兄弟 这是情 他现在允许我刮天星墓 乃是因为他也不放心子孙后代 这也是情 剑林啊 你了解所有的技能 你知道所有的修炼境界 你也明白武道天道的区别 在我眼中 你无所不能 但却唯独缺少了一份人情 人的情 第750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谢谢大家